好 这是常常的社会运动 他们决定要片地开花 在三读闯关之后 但是包括了国民党跟时代力量 这是一切是真的是为劳工 还是在累积选举本钱呢 在大老师帮我们发表之前 就是看这一期最新的新新闻 那在我们看这个报道的同时 国民党中常会还邀请了前国民党党主席 马英九做演讲 那我们看到官司禅生率子弟新兵来突围 年底选战马将再起 OK 马将再起 他 吴敦义跟马英九决定一起来反局 而且呢 马英九要重出江湖 带着新马家军回到今年年底选战 近日来已经频频现身群众场合试水温 首战就是绿营的大本营就在高雄 来 从劳基法的修法过程当中 那杨老师怎么看 这真的是为劳工吗 还是为选举累积本钱 一切都是选举效应呢 杨老师 当然是 这次劳基法修法过程 许多的动作都是政治性的 它并不是全然每个动作都是 为修劳基法而在讨论 这一点我必须说 我们光看一个大现象 你就可以明白整个态势 三方面都同样的标题 退回劳基法 反对修恶 国民党 时代力量 劳团 可这三方面完全不互动 你能不能想象过去有一个社会运动 三方面有三组人 民进党也好 社会运动也好 大家都反对合识 所以在举行合识大游行的时候 大家就会走在一起 然后在立法院内外呢 就会连成一气 可是这一次的劳动法修改 劳基法修改 三个个行其事 时代力量在进食的时候 劳团不支援 国民党不回应 然后当时代力量回去协商 提出折中版本 国民党不接受 国民党时代力量 民进党不接受 劳团也不背书 甚至于劳团说 这个换糖不换药 其实跟行政院的版本差不多 然后当蒋万安在协商的时候 提32条之一 修正版本 民进党妥协了 接受了 行政院把它改了 加进到版本里面去 劳团也在骂 现在还在骂 就修完了还在骂 说这个是刚好给 行政院一个更惨的魔王条款 各位想想看 这三方面 然后呢最后 昨天修完了 有三读完了以后啊 劳团在场外 宣布不排除成立政团 他自己也要成立政团的方向 我们先不谈 他成不成 你从这一个成立政团的诉求 你就可以知道 他根本不信任 同样反对 劳基法反对的 时代力量或国民党 就可见国民党跟时代力量 在这一场 反对修法的运动中 反对修法的协商中 我认为其实在政策上 他们想得力 却没有得力 他们为什么想得力呢 你看他昨天 这对我来讲 也是一个煎熬 我们几乎是上节目前听 上节目后听 听到半夜了 还在听 我们就算跟人家 他想 我耳机还插着一个 那个听他们在台上发言 因为民进党大部分都没发言 国民党一个一个一个发言 三分钟到五分钟 三分钟到五分钟 每一个人的发言 跟他协商内容不完全一样 而且几乎都是用谩骂的方式 几乎没有 真正去 向社会诉求说 劳基法哪个地方 究竟修得有多恶 然后让劳工跟资方 有怎么样 怎么不能够协调 你如果今天讲出来 你不能说 你今天不能有一个原则 说今天说我有一个恶老板 中华民国假说 有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的恶老板 你就让百分之九十八的人 就配合为了要防毒恶老板 去设定那个条文吧 这那个基本原则 每一个社会都有恶老板 可能修劳基法不是设计 永远不让恶老板犯规的 它是让大多数老板有法可依循 你如果定得太硬 一加一得一二 一加一加一加一得一三 然后为了防止恶老板如何如何 那那些好老板 他跟劳工之间 就完全没有谈心了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我觉得在选举效应上 他们虽然想要 透过不断的发言 获取政治上的同情跟认同 你看我们多用力 可是劳团不回应 社会力没有回应 你看网络的发言 对国民党几乎没有任何正面的鼓励 当然我也不愿意讲 他们是不是发言内容太差 而是因为这整个气氛下 你没有针对 社会其实有相当大的一部分 期待这次劳基法 做一些弹性的修改 这一部分 他们两个政党 包括劳团没有考虑进去 当然就得不偿失识 自由时报的 苏生媒体员周景文 在今天有一篇分析报道 他几乎一针见血 那直指包括现在 在台面当中的一些政党 政治人物 包括了劳工团体 包括了年轻朋友 你们在进行社会运动 抗争 在反对劳基法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出现一个极大的盲点 你们根本搞不清楚 到底在修什么 如果一半以上的民意 节约修法 你们到底在反对什么 你们在反对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为了这些劳工吗 过去这一些政治人物 这些政党 你们有没有关心过劳工 那现在真的关心过劳工 那未来你们也关心这个劳工吗 我们特地 维中在范范分析之前 你知道 不管在这个争议性条文当中 期休息可以让未来连续上12天 像我们媒体来讲 有时候一飞出去出国 就是连续两周的时间 你如果不松绑的话 特殊的职业 特殊地点 包括它的一个特殊状况 是不是没有办法去因应呢 必须有这个弹性 轮班的间隔里头 第一个部分呢 OK 11个小时 缩减了8小时 由企业的工会 好 这个工是企业工会先提出 接下来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去评估 接下来中央的劳动部要同意 然后呢 公告适用的轮班时期的特殊状况里头 接下来呢 你看到 有第几关了 到了第五关 第六关 工会 劳工团体的工会 或者是劳司会议来协商 30个人以上还得报县市政府去备查 到最后才有可能去落实这个特殊状况 层层关卡 来 我层层的一个守门的关卡当中 反应民意 我请教师伟中 但是我们看到 这些拉高整个抗争的一个动作 这些也许劳团或年轻朋友 为的是展开一波一波的社会运动 但是其他的呢 真的是为劳工 还是为了选举呢 来 杨卫中 我觉得这次的劳基法修法 到了今天其实各党各派 包括劳团在内 我想大家都受伤 这个是一个事实 从这个劳团这个来讲 如果你要组织政党 其实你得面对一件事情 就是说 第一 时代变化之后 这个劳工是多样化的 这个事实得去面对 说在政策攻防当中 我觉得 我想讲两件事情 第一个说 劳团一直在讲说 倒退修法三十年 我觉得是这样 三十年前的确 那个时候民进党 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要修劳基法 这个是事实 然后那个时候 也引起劳工很大的反对 可是三十年来 有两件重大的变化 第一个重大变化是 我们的法定工时已经缩短 从四十八小时变成四十小时 这个是一个事实 第二个 社会的结构 阶级的结构也出现变化 服务业增加 制造业减少 我觉得应该要建立这个基础上去讨论 现在的劳基法的说法 也就是说 当年没有错 国民党的确是要修法 修到这个 比如说加班上线增加 然后这个轮班缩少 什么这一大堆 可是 老团在批评的时候 应该回到这个东西 就是我刚讲 现在的状况完全不一样 当年是法定工时四十 四十八 现在是四十小时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基础 所以我觉得批评都是对的 但是要建立在一个 事实的一个基础之上 国民党的灵魂 党魂到底在哪里 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有两种选择 第一个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忠诚的反对 因为国民党过去 大家都知道 你是站在产业界的 过去这些修法版本 也是你只要翻开 过去劳动法的修法史 这些版本都是你要的 你执政的时候也要的 好 那吴敦毅去见赖清德的时候 也说支持好的修法 那为什么到了后来 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你可以选择 就是说在这个议题上 我认为民进党是对的 因为我过去也是这样主张 所以我支持你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告诉大家说 我其实是一个忠诚负责任反对党 或者是你借由这个过程当中 跟民进党谈判 去要你要的东西 你其他的法案 其他的东西 那结果不是 你现在那 这是第一种选择 忠诚反对党 第二种选择我就是 为过去的 站在财团这边忏悔 然后我一面 全部站在劳团这边 那也可以 可是也没有 在立法院里面 没有做到一个让老团觉得 你是可以信的这个抗争 出去以后呢 又跟老团盗窃 这个左右的摆档 会让老团觉得 我也不要讲老团 年轻朋友 不会因为这个摆档的过程 多认同对你国民党的同情 这个非常清楚 因为第一个 大家会看你过去的记录 第二个大家会看你 抗争的手段有没有效 第三个会看你 具体提出什么主张 就国民党有具体的主张呢 也没有看到 所以过程当中 看到的是一个 失去魂魄的国民党